哈喽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非洲那边在前两周出了条新闻 刚过今的司法部长办公室在9月2号的夜里遭人闯入 这帮人进去之后,在办公室和旁边的潜艇里面撒了一堆白色的粉末 还往冰箱和马桶里面倒了散发刺激性气味的液体 导致整个部门多人中毒 这具体投的是啥毒药官方也没说 整个的投毒手法是非常的粗糙 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暗杀案例根本就没法比 地球上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哪多了去了 从古至今,人们发现了许多天然的剧毒物质 还有后天人为夹工的化学毒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世界上最著名的五种毒药 和背后的那些历史故事 1978年9月7号 马尔科夫在伦敦的滑铁炉桥上走向公交站时 突然感觉到右大腿一阵轻微的刺痛 这时他回头看见一名男子 正在从地上捡起一把伞 冲他倒露几欠 就乘坐出租车匆忙离去 马尔科夫以为就是被雨伞碰了一下 没有太在意 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烧 血压降低 病情开始迅速的恶化 三天之后 马尔科夫就因为内脏衰竭去世 法医们在验尸的时候 在马尔科夫大腿皮下 发现了一个针头大小的金属球 在这个金属球上 钻有两个0.34毫米大的小孔 里面还有致命的Risin 必麻妒忌 后经证实 这次暗杀就是由克格伯和保加利亚政府 一起策划的 暗杀武器就是那把掉在地上的毒雨伞 马尔科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位作家和记者 他因为公开批评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府 而流亡伦敦 他在英国为BBC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经常通过广播来抨击保加利亚政府 马尔科夫的公开反对 就成了克格伯的眼中钉 之前他们就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 不过都没有成功 这次使用臂麻毒素一击致命 臂麻毒素是臂麻植物的天然代谢产物 是世界上最强的天然毒素之一 不需要复杂的技术 却可以从臂麻子中提纯 成为致命的毒素 这种毒素极为危险 像马尔科夫那种被注射的情况下 每公斤体重只需要1-3微克的脊量 就可以致命 当臂麻毒素进入人体后 它就会与细胞的核糖体结合 阻断蛋白质的合成 导致细胞死亡 臂麻毒素会影响几乎所有的细胞类型 通过血液进入全身之后 会对多个器官 比如说肝脏肾脏和心脏 造成致命的损伤 臂麻毒素的危险性 主要在于它没有特效解毒剂 一旦中毒 只能依靠知识性疗法来维持生命 因此臂麻毒素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 1972年的禁止生物物级公约 和1993年的禁止化学物级公约 都把臂麻毒素归类为 被禁止的生化物级之一 这种物质虽然可以用在医学和科学研究上 但这些使用也必须受到公约框架下的严格监管 不过这些条约只能限制国家和政府 臂麻毒素还是被经常提炼出来 当作生化武器用来恐怖袭击 像美国和欧洲就发生过多起邮寄臂麻毒素事件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还有人往白宫寄着东西 结果被邮件中心截获 臂麻毒素虽然厉害 但人的皮肤对这种毒素的吸收能力有限 所以只要不吃到肚子里 不进入到血液里 就不会引起严重的中毒 和臂麻毒素相比 VX神经毒剂毒性更强 致死剂量更低 发作起来更快 这几年也更加的出名 2017年2月13号 金正恩同夫一母的哥哥金正男 在吉隆坡等飞机的时候 被两名女性袭击 这两个人用的不是刀也不是枪 而是一块毒布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吸引金正男的注意力 另外一个人从背后将布 捂在了金正男的脸上 之后这金正男就被送往机场急诊室 后来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不治身亡 法医事后 在金正男的脸上就发现了VX神经毒剂 这种神经毒剂具有非常强的毒性 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人体 少量即可致命 我们神经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地质 叫做乙仙胆碱 它负责在神经元和肌肉之间传递信号 在完成信号传递之后 乙仙胆碱就会迅速的被一种叫做乙仙胆碱止霉的霉分解 来确保神经信号的及时中止 避免过度的刺激肌肉 VX神经毒剂的工作原理就是抑制这种霉的活性 导致乙仙胆碱无法被分解 引起神经系号持续的刺激肌肉 导致痙攣和瘫痪 引发呼吸衰竭 只需要几毫克十几分钟的功夫 就可以夺走一个人的性命 整个过程十分痛苦 这种毒药由于太过狠毒 和毕麻毒素一样 在1993年签署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被严格的管控 只能用于医学的研究 生产和储存数量也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不过这个公约人家朝鲜没签 这起案件幕后的几个朝鲜特工 在第一时间就跑了 事后证明这两名所谓的女侧客 也就是被忽悠的替子羊 服了几年刑也就都给放了 说到剧毒物质 那古代最常用来暗杀的 那就是皮霜 三氧化二身了 这东西是慢性毒药 无色无味 进入人体之后 会破坏人体的多种煤系统 导致器官衰竭 最后死的症状和自然疾病差不多 是古装系和宫廷剧里面出厂率最高的毒药了 不过到了现代 这皮霜就不太行了 通过推理小说和各种影视作品 氢化物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氢是碳和氮组成的化合物 通过两个元素的三件结合 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 并且反应性极强的分子结构 氢基和氢离子 可以和其他化学元素和集团结合 形成不同的氢化物 最著名的就是氢氢酸、甲氢化物和钠氢化物了 这些东西都是剧毒物质 它们能够快速地干扰细胞 导致身体组织不能利用氧气 无法进行能量代谢 只需要零点几克的氢化物 就可以让一个成年人在几分钟内死亡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氢化物 那肯定就是氢氢酸了 含有氢氢酸的齐格隆毕最初是工业杀重计 后来被纳粹德国用来屠杀集中营的犹太人 总共毒死了上百万人 之后氢化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都是人们用来结束别人或者自己生命的首要选择 从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戈林 到现代计算机之父图灵 从德国的毒气室 再到克格伯的暗杀毒计 氢化物在冷战结束前 长期占据着毒药的霸主地位 不过这些年 氢化物作为暗杀工具已经逐渐过气了 很多氢化物都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苦性人的气味 很容易被人察觉 加上现代的医学技术 对氢化物中毒有了更好的解毒手段 和那些更隐秘 毒性更强的现代毒物相比 氢化物被淘汰那是非常正常的 氢化物现在仍被广泛地用在化工产业 我们普通人平时根本就碰不到这个东西 不过在这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像苹果、梨、梨子和樱桃 这些水果的籽和糊润都不能吃 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叫做禽干的化合物 在人体内可以分解产生氢氢酸 不过这些籽的外壳都非常坚硬 即使不小心吞下了几粒 也不会释放出足够的氢化物 来对人体造成伤害 要想达到危险的氢化物水平 一个成年人需要连续彻底咀嚼 几十到上百科以上的子 那才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 大人没事肯定不会嚼那东西玩 就怕熊孩子无聊惹祸 尽管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极为罕见 但在这还是要嘱咐家里的孩子 那反正不好吃也不能吃 今天的第四个有毒物质 咱们说肉毒杆菌 这东西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现在的美容针里面就有A型肉毒杆菌毒素 用来减少面部皱纹和改善皮肤外观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肉毒杆菌毒素是我们已知最致命的天然毒素之一 那这东西有多厉害呢 为了衡量这些物质毒性的强弱 我们用一种叫做致死剂量50% 也就是需要多少剂量能杀死一半的受试群体的数值 来比较它们的致命性 这个数值英文简写就是LD50 以毫克毒素和每公斤体重的比例来衡量 这数值越小就表示毒性越强 肉毒杆菌毒素的LD50 大约是每公斤体重1纳克 一纳克是十亿分之一克 这毒性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肉毒杆菌是一种厌氧的细菌 只能在缺氧的环境下生长 在自然界的土壤和泥沙中都非常常见 它能分泌成七种不同类型的毒素 其中的四种都对人类致命 还记得我们几分钟前提过的神经地质乙线胆碱吗 肉毒杆菌毒素进入人体之后 就会阻断神经末梢释放乙线胆碱 VX神经毒剂是让肌肉一直受到刺激 而肉毒杆菌的毒素恰恰相反 它会让肌肉彻底收不到信号 导致全身瘫痪最终窒息死亡 现在最常见的肉毒杆菌中毒 主要就来自食物 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专门的加工处理 自己家里做的罐头 因为肉毒杆菌的包子 可以在罐头里的低氧环境里面繁殖 吃了罐头里的食物就容易导致中毒 除了自食罐头 肉毒杆菌的包子也可以存在在蜂蜜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给一岁以下的婴儿喂蜂蜜 大人和年纪大点的孩子 有足够强的免疫力来抵抗这些包子的生长 但是婴儿的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群 还没有完全发育 孩子肠道里的低酸环境 为这些细菌提供了有力的繁殖条件 从而会导致婴儿肉毒杆菌中毒 所以吃蜂蜜的好处很多 但是婴儿是万万不能吃的 如果单从化学毒性来看 那肉毒杆菌毒素肯定是毒性最强的物质 但是如果要把放射性物质也算进来的话 那波210的毒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006年的11月份 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 在同两名前克格勃特工会面的时候 喝下了含有波210的茶 不久就暴病身亡 波元素是由居里夫妇发现的第一个放射性元素 以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 命名为Polonium 波210就是波最常见 也是最危险的同位素之一 波210的半衰期是138天 它在衰变的过程中会释放α粒子 α粒子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 它虽然穿透力非常弱 无法穿透皮肤 但如果被吸入 摄入或者通过伤口进入人体 那α粒子就会释放大量的能量 对周围的细胞组织造成严重的损伤 引发细胞的DNA突变 细胞死亡和器官衰竭 尽管波210的放射性毒性非常强 但这些年它的危害性也被极大的夸张 美国原子核管理委员会N2C规定 波210的最大摄入量为1万亿分之0.8克 很多中国网站的编辑就拿这个数字算 得出了0.1克波可以杀死1000亿人的结论 在这我就想说 这数学算术是学的挺好 但是可惜科学的常识几乎等于0 波210的α粒子只能在空气中传播几厘米元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 怎么能把0.1克的波210均匀分布 让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吸到身体里 现在全球每年生产的波210大约有100克 主要用于工业用途 比如说做核反应堆的热源 以及静电消除器 波210在自然界也是存在的 它是油238衰变链中的一种方式性产物 在自然界可以通过油矿的自然衰变产生 也可以通过大气沉降从空气中落到地表 但是浓度都非常低 对人不构成直接威胁 不过烟草之物会从高磷肥料和土壤中吸取波 即使经过加工处理之后 它们也会留在烟液上 当人点燃香烟的时候 烟草中有20%的波210会被吸入体内 长期在肺部累积 有一小部分的波210会随着烟雾飘散到空气之中 损害周围人的健康 这五种最有名的油度物质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些东西固然可怕 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即使是最常见的物质 在过量的情况下 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毒性 这就是毒理学最著名的剂量决定毒性 就比如我们生存必不可缺的水和氧气 那过量的话都会导致中毒 而那些有剧毒的物质 在极低的剂量下 就比如说美容真理的肉毒感菌 对身体的影响反而是可控的 所以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过量 再健康的食物 再贵的保健品 那摄入过量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适度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吃上 像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运动工作和娱乐 这什么东西只要一过 那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只有找到一个均衡 那才能长长久久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